行了 听明白了 这40多年太不容易了 就想速速委屈 对 一定要速速 然后现在家里演面 前儿就出了这么一件事 是吧 门面房到底要不要继续投入 投入之后到底怎么样 这好像成了这对老夫妻的一个疙瘩了 心里的一个疙瘩了 是吧 对 对 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们说40多年的婚姻 即使在彼此心里 对方早就透明的像一张白纸了 这就叫老伴 你们都已经退休了 也都老了 本该享受天人自乐了 幸福生活了 结果你们现在 感觉很烦恼 也很累 我们说老夫老妻 有时候外来的危机没有了 往往是自己无意有意 人为的制造了内部危机 这叫自寻烦恼 老大哥不容易的 退休以后 所有的退休工资捏在你手里 这就是对你的信任 他买药不对 可能药是吃不上 但是他看重的 就积分了那个小奖品 肥皂是吧 对 酱油 都拿回来了 都拿回来了 拿回来了都在家里了 对 说明他顾家嘛 老年人是不是幸福有四大标准 有个老伴 有 有个老窝 有点老本 有些老友 你们两个全部都是打标的 到了这个年纪 我们就牵手走黄昏了 还闹什么离婚呢 谢谢宝兄啊 来来来 我真的先替阿姨说了您话 你看 您嫌自己的先生挣钱挣得少 家还指不上他 对吧 盖房子 您一边这儿得担心着盖房子 还得操心着孩子上没上了学 然后之后家里大事小事 全得您一人掌控 最后做完了以后呢 还不落好 落埋怨 我这四十年过得太辛苦 太委屈了 是 但您想过吗 您这四十年过多踏实啊 他一门心思 这一辈子 这一颗心 这一个人 全都在这一个家里面 所以咱有的时候 过日子就得 有点那种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心态 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其实四十年的磨合 已经形成一个模式了 您虽然嘴上说着泪 其实您也习惯了 他今天的这个整个样子 您一手栽培出来的呀 对不对 要不是您当年 行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来我来我来 全您张楼 所以形成了一个模式 一个习惯了 也无法打破 不容易打破 所以咱呢 就在现有的基础上 找点乐子 支点足 然后呢 将心比心 夫妻才能同心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二位 谢谢莎娜老师 我觉得 大哥大姐 今年六十多岁 耳顺之年 其实需要我们 能开解各位吗 做不到 我是从二位身上 学到了好多 43年的婚姻 能过得这么 挺有意思的 是有技巧的 我觉得呢 大姐特别爱叨唠 也爱抱怨 但是大哥懂她 因为这种 爱叨唠的女人啊 通常是家里 付出最多的 通常是最勤快的 通常是最操心的 所以呢 大哥就在听 听不过就跑 对吧 总之是一个 非常包容乐观的心态 而且大哥啊 建议让大姐 一直这么唠叨下去 为什么呀 她不唠叨 她心里不平衡 因为她为这个家 操了太多的心了 对吧 唯一的建议就是 大哥呢 继续让我们的大姐 健康地唠叨着 大姐呢 偶尔可以下下馆子 对吧 然后呢 把那个投资的钱 拿出一部分来呢 投到老公身上 去吃吃喝喝 吃点热菜 喝点小酒 一起聊聊天 在厅里抱怨 多好啊 酒桌上去抱怨 那才好呢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聪明的女人 要能干 但是也应该懂得 什么时候该干 什么时候不干 聪明的男人 可以什么都不会干 但也一定要 积极主动地去尝试 聪明的女人 应该管钱 但也应该 睁着眼 闭着眼 聪明的男人 可以耍点小心思 但是别以为 自己老婆看不见 那很多女人 就是这样 干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这一辈子 牢牢碌碌碌 老公 什么也不会干 到头来 却不体谅你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男人的无能 就是因为女人 都包园了 就是因为女人 太能干 女人应该 什么家务都会 什么本领都有 但不能什么事情 都尽力尽为 把老公该干的事 你也带她干 或者老公 积极地去尝试了 结果你批评她 干得不好 那她索性就不干 明白吗 所以有很多女人 在过了三十年 四十年 劳碌了一辈子之后 只要念到起 自己的丈夫 丈夫非但不体贴 你还说 是你当初说 我干得不好 让我别干 所以你应该 多多地鼓励她 让她去尝试 管钱也要管 但应该睁着眼 闭着眼 有些东西 就假装看不见 你要是什么东西 都掰扯得清清楚楚 男人最后的那点尊严 和面子 都给你掰扯没了 结果到头来 你是做了 你还不落好 选择性地干 选择性地管 选择性地失明 选择性地看见 好吗 好 谢谢陀老师 在我看来 没有一个 所谓的婚姻模式 是标准的 是好的 最主要的是 在婚姻当中的两个人 能彼此体谅和理解 这个其实都看到了 43年也打 也吵 也抱怨 但是遇事的时候 都在共同的经历 也就这么过来了 这种婚姻 依然有它美的一面 它长情了 它稳定 虽然也有这样 那样的苦 但是在这个婚姻的背后 我们依然能够解读到 那段幸福 接下来一起 真情六十秒 老板 咱俩好好过吧 基本没有了 正大岁了 咱俩好好地安闻 晚年幸福生活得了 也辛劳账了 那你让我好好行的行的吧 行的好了 我再丢告你 好 那就亮灯吧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吓我一跳 他站在后你知道吗 大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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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遭遇你 我会遭遇你 谁要去批你 我就见你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老板 老板 大姐特别的羞涩 你知道吗 离得开她不 离不开她 这就是生活 到了这个岁数就是幸福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华童有请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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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啊 看见没有 这也得自己拿 多累啊 大姐 给老伴拿着 让她拎着 她拎了又 43年的婚姻 婚姻当中 有人其实 付出的很多 大姐其实真的 付出的很多 但如果 离开了 大哥的那种配合 我相信 我们看到的付出 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 所以互相理解